好 今天我们来看到苗栗县焦谱国小地处偏僻 院里镇山区送餐不易 为了让孩子可以吃到热腾腾的营养午餐 学校独立厨房采取公办公营 每天厨工准备大约有70份的午餐 并且运用教育部偏箱加码补助 每餐食材费提高到62元 还备有点心 让学童吃得健康营养 备妥新鲜食材 厨工阿姨忙着清洗 要为孩子们烹调出美味可口的营养午餐 为处于苗130县的院里镇交谱国小 校方考量到山区送餐不易 此外也是希望饭菜能够确实保温 学校自行设置厨房 营养午餐也是采公办公斤 今年就是教育部在补助偏箱厨房的部分 在食材已经提升到了62块 包含3张1Q的14块 那还有石斑鱼计划 也都是在补助偏箱的一个食材的部分 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孩子 不会因为偏箱食材无法运送 或者是运费的一个把它消耗掉 所以教育部还是希望 偏箱的孩子能能吃得好 然后吃得足 吃得健康 受到原物料涨炸的影响 营养午餐的食材费用也是一只调涨 针对偏箱学校 教育部在这个学期将补助费用再提高 每人每餐62元 我们除了在整个营养午餐的品质之外呢 那我们在每天都会有一个点心 或者是一个我们的一个营养补给品的一个模式 来提升整个偏箱孩子的一个营养的一个需求 所以说在这个区块的话 我们就是在今年开学之后 我们的一个偏箱孩子都可以达到62块 这样的一个美味的一个菜色 偏箱学校每人每餐营养午餐补助62元 针对厨房设备 上市臭油烟机 烤箱 蒸笼也更新 资源不应交通距离而受到限制 也让家长更加放心